你 你哪里不舒服 你跟我说 你们俩干吗呢 佳玲 你来了正好 你快过来看看欣然 她不太舒服 来 先喝我水 跟旧欣然在这优惠 还让我来看啊 丁佳玲啊 欣然她现在是你的嫂子 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 先承认她是我嫂子了 杨欣然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吧 别再给我言戏了 你们别吵了 我没事了 欣然 欣然 那你干什么打电话呀 欣然 欣然 老婆 你醒啦 佳环 老婆 你先别动 你感觉一下 我身上下哪儿不舒服吗 佳环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去工厂了吗 我哪儿还有心思工作 我都快急死了 真的 没关系的 不用担心我 老婆 你知道吗 我 老婆 我快当爸爸了 你 你说什么 你说 我怀孕了 对 我们俩就快当爸爸妈妈了 我 老婆 老婆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到我的身边 是想留住爸爸和妈妈的爱吗 忙了上午什么都没有吃 饿了吧 来 赶紧吃块蛋糕 你要去哪儿啊 不用那么担心 我就问一下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你 老婆 老婆 贾连 现在佳环已经过来了 就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 行吗 你就是因为刚才佳环不在 你才继续打扰的是吗 我嫂子怀孕了 我去关心一下不行呢 你为什么要一直都伤害欣然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同时也在伤害着佳环 更何况呢 更何况现在牵扯到一个小生命 你继续这样下去有什么好处 我继续下去又怎么样了 怕我伤害这个伤害那个的 说到底不就怕我伤害你的欣然吗 你不要再胡闹了 行不行 你不用再严实了 是 他杨欣然刚才晕倒确实不是装的 你那份关心更不是 你都要心疼死了吧 你现在恨不得马上就冲进去是不是 现在这么多人 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你看看他们 他们一家三口现在其乐融融的 为什么我们两个就不能好好地过日子 不能 我一看见你跟他在一起 我就难受 我就恶心 我没有你那么伟大 那么博爱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人 我受不了你关心别人 我受不了你天天看见他 我受不了 我做错什么了 现在太好了 我说什么事 我先去 protecting你的事 我想要大家去医疑 你去医疑 这样呢 来 佳琳啊 杰瑞呢 他有一个项目在北京 他想全钱让我负责 所以让我过去一趟 我觉得呢 这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俩一块儿过去 这一去的话可能 至少要一年 你做这个决定是为了我 还是有其他原因 上次没能去深圳 我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 我也知道你想离开 那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俩单独地相处 最起码可以少了很多的反应 是不是 如果你说都是为了我 那我说我不想去 你会不会为我留下来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希望你能够 好好地考虑一下好吗 如果是工作重要的话 让我好好想一想吧 我考虑一下 你去大门口等我吧 我就去这 难道我 嘴里 我可以 那我先别人 你其实不会 我不会 我先不再别人 你不要太乱 我先不再没有 你先不再来 我先不再去 我先不再去 這是託你們的福啊 爭取再懷上一個 我又能喝兩杯了 爸 你都當爺爺了 一會兒讓孫子給你敬酒 好好好 回來啊 阿姨 給我盛飯吧 一天沒吃飯 肚子餓了 阿姨 快給仙人盛湯了 好 沒事 我來我去 你別等你別等 我來我來 媽媽喝了謝謝 媽媽喝啊 有時候喝完以後 我給奶奶家裡打個電話 讓他們開心開心 如果擔心就讓他們過來看看 不過你不宜走動 我去接他們 沒關系的 因為我想等我好點時候 再回去 如果你要回去的話 讓家文送你 其實孕婦最主要的是 心情愉快 家裡那些兩切八道的事情 你就不用理了 好好的安胎 謝謝媽 謝謝媽 佳麟 來 快吃快吃 去 吃飯 多喝點湯 來來來來 給我 謝岩 你怎麼在這兒啊 你不是回老家結婚了嗎 猴年馬月的事兒了 你看 娃都要出來了 恭喜恭喜 那我有時間去看飲料 沒事 等孩子蹦得出來以後 請你喝滿顏酒 好啊 你說 現在這兒 孩子東西怎麼這麼貴呢 不對啊 你這是也給孩子買東西 這個許諾這麼大事 咱沒告訴他 大志 其實那天我沒有跟許諾一起走 我現在 我知道 這位許諾哥們 我不知道這話該講不該講 那天特殊車禍 差點掛了 你不也是也找他沒找到嗎 反正你倆就這麼陰洽洋湊的就 你說什麼 踏出車禍了 欣然 事情大概就這樣 其實這一切都是丁家達小姐 一手導演 只有許諾那個 那個傻光 又蠢又善良 才會被他一直蒙住 怎麼會這樣啊 他也不告訴我 我就這麼一直誤解他 埋怨他 所以說他想 就是把所有車都自己扛了 還跟我說什麼 說 略的性人好 不能把這些事情說出去 你說這人 他還跟以前一樣 別的事情 永遠比自己重 這是他的優點 但也是個知名的 不我點 既然 要我說 知道你倆沒緣分吧 好好去過你的日子 這才是大致最想看到的 不然 不然他的心情全白費了 不然他就像中招臘 來多吃點吧 謝謝 你有話要對我說 也沒有 我就是想問問 去北京的事情 你考慮的怎麼樣 你想我跟你一起去 對呀 主要呢 是這次項目的時間比較緊 我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不太放心 可是我这边事情还没有办好 暂时还不想离开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天琳 有一些话呢 我本来是不想说的 但是现在我不能说 我知道 你留在这儿不走 是为了调查欣然的过去是不是 我就说嘛 你肯定不是因为我才离开的 没错 我带你离开 确实是不想你去调查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错的 你再这样做下去 只会伤害到更多的人 我怎么做错了 他杨欣然要是光明正的 他怕我调查吗 我今天就还非得查个水落石处 我今天就还非得查个水落石处 怎么 怎么不说话呀 因为你知道杨欣然太多的秘密 你怕多说一句 就给说漏了嘴 我知道他什么秘密了 你让我说什么 你让我说什么 庭佳麟 我们俩本来有很多条路去选择的 我们俩也有属于我们俩自己的幸福 可你为什么就偏偏选择这样一条路呢 我们俩分手 我们俩分手吧 你说什么 分手 你居然为了杨欣然要跟我分手 我不是因为欣然跟你分手 而是你做了那些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怎么不可理喻了 你想一想 欣然是谁 欣然她现在是你的嫂子 是你哥哥放弃一切去保护 去深爱的一个女人 是她一辈子的幸福 而你呢 你却不断地在破坏他们俩的幸福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过下去 对不起 你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 我们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我们俩现在什么状况 你还不知道吗 合法夫妻 那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是啊 我也只能用这一纸空文来拴住你 那我这样告诉你吧 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这个你应该明白吧 我不管 反正只要我不签字 你就休想离开我 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 你也一样是我丁嘉玲的丈夫 好聚好散吧 嘉玲 许诺 许诺 请不要 这就是冥冥之中 灭雨的安排吧 如果不是錯過了許諾 也不會遇到佳文 佳文不僅給了我愛情 還給了我一個新的生命 我該知足了 許諾 但願我們都能找到 各自的幸福 我祝福你 你這這這 你輕點扔啊 別這樣了 我說你你坐下媽 你這是怎麼了 才過兩天的情緒 怎麼起伏得比股票還厲害 怎麼回事啊 佳麟怎麼了誰欺負你了 跟哥哥說 什麼 哥 什麼還要跟我分手 這不前兩天還好好的嗎 怎麼突然之間要分手了 差不多是因為 佳麟你又出去喝酒了 成天無所事事 你真的是無藥可救了 你們就知道罵我只會罵我 為什麼許諾要跟我分手 你們都不去罵她 幹嘛要去罵她 她跟你分手分得好 媽你就別刺激她了 我為什麼不刺激她 我就奇了怪了 別的女孩子談戀愛 都是歡天喜地的 怎麼一到你這兒 就成天尋死密活的 我們丁家的臉面 都讓你給丟盡了 分必須得分 我分手你就高興了是吧 行啊 你明天就去給我找一個富二代來 你說對了 你趕緊離婚 離了婚以後我就跟你介紹 一打富二代 一打土耗金要嗎 你是我親媽媽你 不用理她 怎麼生這麼一個女兒 來頭髮擦一下 哎呀 好了好了 不用了啊 快去睡吧 我哪睡得著覺啊 你說佳玲這事太醜人了 案例許諾這麼多年 好不容易有點沒目了吧 又被分手 你說佳玲怎麼可能放得下嗎 老婆 你女人的直覺告訴我 佳玲這事該怎麼辦啊 我覺得 简黎還是希臨人吧 嗯 有道理 這事還得我出嗎